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陈庚大奖工作 这见面了说完了事儿 陈庚说 请客请客 陈庚一向的豪爽啊 请客三个人呢 就决定出去吃顿饭 他们就来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家西安饭庄 新街口离我们拿了骨酱没多眼儿 当时的饭店啊 是先结账后吃饭 服务员一看来了三个中年人 问你们三个谁结账 三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这处才想起这三个 上将啊 大将 谁身上都没带钱 谁都没钱 这怎么办呀 不付钱就不能吃饭 家里的最近的陈士举 连忙派警卫员回家取钱 跑回去 跑步前进 首长要吃饭 饿着肚子本来就晚了 好家伙跑回去以后 把钱取来了 交了钱 然后才吃上这顿饭 这是个多小的事啊 吃饭的时候呢 谈笑风生 回忆往昔岁月 说起来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 曾经吃过一次红烧肉 哎呀 陈士举上将对陈庚大将说 你那时候狼吞虎咽呢 你一边吃还一边盯着我脱下来的鞋 说吃完饭你把我的鞋穿走 把你那个破鞋破烂不堪的旧鞋给我留下了 陈庚笑说 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呢 想不起来了 哈哈 这个陈庚是做得出来这种事的 这里边既是当时条件特别艰苦啊 有双能能穿着走的鞋不容易 还有呢 和陈庚大将的性格有关系 他在黄埔的级别很高啊 他是黄埔的学长 好多人都是他的学弟 陈庚呢 他特别善于开玩笑 陈庚传 陈庚传 大家知道邓丽群啊 邓丽群只写过一本传记 那就是陈庚传 陈庚是邓丽群的老上纪 陈庚传 后来100岁 我们这个中纪部部长 陈庚这人性格特别开朗 喜欢开玩笑 浑身都是戏 跟谁在一起都没大没小的 延安的老同志回忆说 陈庚那时候毛主席在台上讲课 给当时的那些八路级的高级将领 25000里长城 红军将领讲课 毛主席在那讲 陈庚居然就能跑到台上去 把毛主席拿水给喝 然后再给蓄上水 这都是陈庚能干的事 他特别喜欢开玩笑 所以陈庚讲这事呢 大家哈哈大笑 陈庚后来啊 晚年回忆这次聚餐 陈庚就说 那个时候的制度好啊 毛主席啊 看得远呀 毛主席早就料到了 这些人有了权力以后进了城 容易搞腐败 容易脱离人民群众 你这个脱离人民群众 你不得骑在人民头上 这叫重新骑在人民头上 所以毛主席在说制定规章制度 不许花公家的钱 不管你什么上将啊 大将 要吃饭 要吃饭这事请客送礼 这事不可能啊 你更不能从国家腰包里掏 陈世纪是个老警刚 一生都对毛主席无限敬仰爱戴 1995年7月22号 陈世纪在北京逝世 享年86岁 还现在说这86岁年纪不算大呀 但是他容骂一生 身体受伤 急劳成绩 弥留之际 老伴李征 就征容岁月那个征 李征就问他 说你这辈子最爱的是谁 老伴问他 你这辈子最爱的人是谁 陈世纪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 是毛主席啊 我就读到这的时候 我突然间就觉得特别感动 一个统帅 一个领袖和他自己的那些部下将帅在一起能有这样的感情 这支军队怎么能不是大胜仗 感谢收看 再见